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不正宗 还得靠听一种声音 如果说烧辣占据了粤菜的半壁江山 那么在烧辣美食盛行的广东 烧鹅永远是那最让人喜爱的明星美食之一 麻利的手起刀落间 烧鹅香气扑鼻而来 让人不自觉地直咽口水 那浓香可口 肥而不腻的表皮 咬下去知足肉嫩 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不过 主持人所说有一种特别的声音 究竟是什么声音呢 我们来到一家茶餐厅 才刚刚开始没多久 小小的茶餐厅里已经坐满了人 几乎每一桌都点了一份烧鹅 新鲜出炉的烧鹅最为酥香可口 这也是大家赶在第一波静电的原因 焦黄的鹅皮 饱满的汁水 无论男女老少都吃得津津有味 这里会不会有我们要找的特别的声音呢 吃的那个皮是要脆脆地酥酥的 很香 皮咬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声音脆脆的 那个烧鹅那个皮要脆 吃起来脆脆的感觉 原来这特别的声音是咬到鹅皮后 发出的嘎嘣脆的声音 可是您瞧 这鲜嫩的鹅肉丰富的汁水 这鹅皮能脆到哪儿去呢 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皮 果然如他们所说 这个皮吃起来有种脆脆的口感 你看啊 它这个皮是非常薄的一层 但是这个肉呢却很嫩 而且中间几乎已经断开了 说明它的油脂已经烤得几乎没有了 那它是怎么做到肉又这么嫩 但是皮又那么脆的呢 一只正宗的广式脆皮烧鹅 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皮脆肉嫩的独特口感 究竟从何而来呢 我们前往以烧鹅出名的广东东莞 进行溯源 制作烧鹅的鹅竟然长这样 它们为什么每天还会奇怪地围成一个圈呢 广东东东莞人对于烧鹅的喜爱程度超乎想象 据说每年有一亿多只鹅 被东莞人的厨房安排得明明白白 而在东莞 以烧鹅著名的茶山镇 竟然还有人可以为了烧鹅盖一座楼 这是咋回事呢 咱得去打听打听 您好 我想问一下您知道鹅楼在哪里吗 什么楼 鹅楼 不清楚 谢谢啊 您好 您听说过鹅楼吗 没听说过 您好 我想问一下您知道鹅楼吗 我不知道 我不太清楚 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鹅楼 难道是我们听错了 不过已经来到了茶山 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放弃 既然是为鹅建的楼 想必先找到鹅 肯定错不了 说到烧鹅 很多人用的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马刚鹅 我们按照打听来的地址 找到了一处马刚鹅的养殖场 可是这里放眼望去 别说大楼了 就连个平房都没建着 就在这时 我们在水塘边上 发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眉头紧皱 手里拿着杆子不说 还在水塘面前来回走着 时不时地敲打着水面 水塘里四处游着的 是一群看起来十分特别的鹅 这是我们要找的马刚鹅吗 您这是在做什么 打鹅 打鹅 有这个打鹅 对呀 打鹅 我们没有听错吧 好好的 为什么要打鹅呢 这不是虐待动物吗 就在我们满肚子 都是疑问的时候 水塘里突然出现了骚动 只见一只可怜的鹅 正在奋力逃脱同伴的追逐 可是已经免不了 被啄了几下 而此时 水塘的另外一边 也发生了啄鹅事件 这一只更惨 接连被啄 最后不得已 仓皇失措地逃到了岸上 这个时候 竹竿就派上用场了 这个人叫做沉润球 是养殖场的主人 说是打鹅 实际上 沉润球是拿着竹竿 往靠近鹅的水面拍打 防止它们打架 它们经常打架吗 对 特别喜欢打架 不像它们打得厉害 怎么个厉害吧 它们一打起来都不要命 毛都会穿掉 还有流血的 按照我们以往对鹅的印象 都是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轻波 可您看看 这眼前的马刚鹅 黑脸 黑掌 灰身子 看起来憨憨的 没想到竟然还是个狠角色 这个怎么了 刚才打架 天天给欺负 你看毛都打断了 我帮你打这个 毛都打断了 你看 断了好多毛了 你看这个都断了 这个就是打架打的 对 受伤了 对对对对 你看 它提都提不起来 都断了 这根都断了 这根呢 马刚鹅天生就爱打架 只要一扎堆 就容易开启爆脾气模式 三天一小打 五天一大打 那都是常有的事 更惨的是 被灼伤的马刚鹅 因为流血和暴露在外面的伤口 往往会被其他鹅连续攻击 使得伤情进一步加重 难道说 正是因为马刚鹅爱打架 有足够的运动量 所以肉质紧实 适合做脆皮烧鹅吗 那也不至于 专门为它们盖一座楼吧 还是说 这马刚鹅 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特别之处呢 虽然楼 咱一时半会儿没见着 但是我们总能近距离 接触一下马刚鹅 看看它身上 还有什么秘密吧 可是 这么凶的鹅 我们该怎么靠近呢 抓一次试试 没有想到 竟然怂得不行 我只要一追它们 它们就接着跑 怎么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一靠近 鹅立马就变怂了 刚才争强好斗的马刚鹅 去哪了 你看它 特别有劲 你看这个鹅 你看它的这个毛 都长得很好了 但是这个重量真的不轻 这接触下来 我们也没有发现 马刚鹅的特别之处啊 为什么要用它来做脆皮烧鹅呢 陈润球告诉我们 我们只看到了 马刚鹅的表面 其实它还有一个绝活 这鹅 还会有什么绝活呢 此时真的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不知道什么原因 马刚鹅竟然主动在地上 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圆圈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观察了 我们观察了半天发现 这个用马刚鹅围成的圈子 久久不散 而且听陈润球说 这个怪圈还会在每天固定时间出现一次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陈润球卖了个关子 要我们帮忙一起干点活 答案自然就揭晓了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们拎着菜往前走 一群小鹅就跟着我们走了 您说来就换它们 对不对 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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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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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小鹅都围起来 哇 原来能够形成奇怪的圆圈 是因为陈润球将菜洒在了地上 陈润球从前面洒 小鹅就跟在后面吃 一路吃一路跟 最后就跟着画了个圈 为什么陈润球要这么费劲地 变着法的喂食呢 这和烧鹅的脆皮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还发现 无论是大鹅小鹅 只要是吃完食的马刚鹅 肚子都是肥嘟嘟的 能走着绝对不跑着 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懒洋洋地趴在地上晒太阳 所以跟同类比起来 马刚鹅看起来会更肥一些 也正因为它的皮下脂肪较厚 所以更适合用来制作烧鹅 可如果脂肪过量 烧鹅吃起来就会有些肥腻 所以陈润球便想到了这个方法 喂食的同时 还可以让它们多多运动 使肌肉更加紧实 这喂个食都能想出招来 看来喂烧鹅盖一座楼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阴说说 这茶山人喂了养鹅 得操多少心 沉润球养的鹅是远近闻名 不愁卖 很多人还都上门预定 这不又有人来上门看鹅了 这个鹅应该可以吧 看看 这个太老了 太老了 太暖了 这老的不行 年轻的不行 看鹅不说 还要滴露着翅膀看半天 要不是听说 此人是陈润球多年的合作伙伴 我们都怀疑 他是不是来故意找茬的了 经介绍我们得知 他叫刘佩伦 自己经营着一家饭馆 他家做的烧鹅 在整个茶山镇都十分出名 每隔一段时间 他便会来陈润球的养鹅场挑鹅 刚才看您选了半天的鹅 这种也不行 那种也不行 它们有什么差别 这个鹅太老了 这种太老了 是啊 这个鹅太暖了 这个是多少天的鹅 这个是八十多天的 那那个呢 四十天 那您究竟要多少天的 我们销鹅呢 一般要六十五天到七十天 还有这个精粮呢 一般就是要求呢 就是七斤半到八斤左右 像这种就是刚割出十天来 割出十天都不行 不行 这个销出来呢 完全就没有销鹅那种口感 因为它那个皮 太老了 那个皮就没有销出来 就不脆 挑选马刚鹅居然要那么严谨 相差个几天都不行 我们看这鹅长得都差不多大呀 而且也没有个身份证 怎么能看出年龄来呢 这个鹅毛呢 分年龄很容易的 它现在是白了 白到尾了 这个就八十多天 一个四十天的时间呢 这里到这里 由头到尾 这个翅膀这个鹅啊 都是带血 它就黑色 原来翅膀根部会随着年龄 变化颜色 岁数较大的 鹅毛根部多半呈白色 金银剔透 岁数较为年轻的 鹅毛根部的颜色 则会发暗 不那么透明 按照严格的选鹅要求 便可以烧制出 皮脆肉嫩的烧鹅来了吗 那烧鹅的皮肉分离 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只要选对鹅 就能制作出 这个脆皮的烧鹅来吗 记者那个烧鹅呢 记者包装很重要 你到这里面那个鹅楼里面呢 你打探一下 就找到我了 鹅楼 鹅楼 鹅楼长什么样 脆皮的烧鹅 又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准备前往鹅楼 一探究竟 制作烧鹅 竟然还要先学针线活 给鹅打气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在镇上找到了刘佩伦 可是却没有发现 什么特别的楼 这鹅楼究竟在哪呢 这是在做什么 在缝针 缝针 给鹅的这个身上缝针吗 是啊是啊 还没等我们见着鹅楼 却看见几个男人 正在做着针线活 这怎么还做起了针线活了呢 缝这个针很重要 如果缝着这个针不好 等一刹 这个鹅就销不成了 这小小的针线活 怎么还能影响到鹅的烧制呢 这不就是简简单单的 把鹅缝上吗 可刘佩伦对于这针线活却格外看重 这几位都是跟着他学习烧鹅制作的徒弟 刘佩伦要求徒弟入门的功课 就是学好这针线活 这不正好到了检查徒弟们功课的日子 这个针线活 这个针线活 针线活几乎人人都会做 针线活不就行了吗 这怎么还要分出个好坏来 难道是看着容易 做起来难吗 我们的编导也准备上手仪式 先随便穿过去一下是不是 扎进这里 好了 然后呢 这样反过来扎一下 那我会了 那很简单啊 就是这样子缝一下 再缝过来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嘛 就是和穿针隐线似的 这样穿穿穿 最后一下扎进去 那这个感觉没有什么难度啊 为什么要练那么久 等一下 验证一下 就看你合格 不合格了 还要验证一下 是 什么 刘佩伦验证的方法 竟然是拿出一个充气筒 往鹅的身体里打气 只见原本干瘪的鹅身 开始膨胀起来 看你们在给这个鹅充气 这个是为什么 充气 让这个鹅 让那个皮更脆 充气可以使皮更脆吗 这明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怎么能混到一块去呢 原来马刚鹅皮下脂肪厚 能够承受得起空气膨胀的张力 气打得越多 鹅皮跟鹅肉分离得越充分 这样烤出的鹅 皮是皮的味道 肉是肉的口感 皮会更加酥脆 所以给鹅打气 也是为了考验 针缝制的足不足够结实 密封性如何 那我的是哪一个 你这个 是 你这个 比如说一眼就看出来了 是啊 那我这个合格吗 这个还没充气 那走充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来 我帮你拿着 好 我现在我能感受到这个气慢慢顺着这个脖子就往下走了 嗯 是啊 它这个有漏气的这个旋律出来了 是啊 是啊 所以这个就不算合格了 不合格 通过充气 通过充气 四只鹅里只有两只通过了考验 只剩两只可以烧出这脆皮的烧鹅来了 这两只等一下还要验证一下 你说还要再验证一下 是 通过充气考验还不行 竟然还要继续 只见刘佩伦又将水沿着鹅的脖子倒了进去 看来也是在验证鹅的密封性 没过一会儿 其中一只鹅便开始水滴不断 看来这一次这只鹅也没能通过考验 现在这么呢 我们今天做了四个鹅 只要一个合格 三位徒弟就只有一位合格了 是啊 这针也缝了 考验也结束了 刘佩伦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鹅楼了 鹅楼是您给自己这个起的名吗 不是 鹅楼就是这样叫鹅楼了 这个叫鹅楼 您说这个叫鹅楼 是啊 这就是我们寻找了半天的鹅楼 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罩子呀 跟我们想象的平地起高楼 差的也太多了吧 它是如何能够烧制出脆皮烧鹅的呢 这要怎么放进去 好 我们把这个凹到里面那个钩 这样 然后慢慢放上去 然后我来 哎呀 好 这样 放上去 用钩子固定住的烧鹅 一半被鹅楼盖住 一半在灶台中 铁钩通过电机发电 使鹅保持旋转 弧状的鹅楼更容易聚集热量 也使得温度更加稳定持久 了解了鹅楼 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验证 把合格的充气鹅和不合格的漏气鹅 同时放进鹅楼烧制 看看究竟有什么区别 通过灶台上用来通风的窗口 我们可以看到 充气完好的烧鹅 此时表皮烧制的颜色比较均匀 而此前缝针漏气的烧鹅 因为皮层有凹有凸 所以上骰很不均匀 并且随着温度越来越高 很多地方出现了烧糊的现象 别说表皮的酥脆程度大打折扣 这种程度的烧鹅 连卖出去都不可能了 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40分钟过去 烧鹅大功告成 充气完好的烧鹅 颜色变得越发油亮 看起来十分饱满 怎么样感觉 好好吃 好好吃啊 这个皮现在变得特别特别脆 而且一咬下来 因为刚出炉 所以它那个油还会爆汁 满嘴流香 鹅肚子内的腌制酱料 已经形成汤汁 用刀轻轻一切 汤汁随即流出 香气四溢 轻轻一咬 脆嫩的鹅皮 立马发出清脆的响声 可此时我们却有些纳闷 烧制了40分钟 我们只成功做出了一只烧鹅 对于烧鹅那么大的需求量 这得用多少鹅楼才能做得过来呢 刘佩伦告诉我们 如今为了大大提高烧鹅的生产量 当地已经对鹅楼进行了现代化的改进 这新式的鹅楼变成了啥样了呢 一个鹅楼只能做一只 但是我看您这里这个大锅 它一次能装多少只 我们这个鹅现在可以一切性 能做八到九只 但是这个鹅 我看它是把这个整个鹅围着一圈 然后火在中间 那它这个肯定比鹅楼的这个鹅皮 一要软一点吧 应该不会那么脆吧 不会 这个鹅设计很特别 我们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这个锅炉 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而且火在中间 那鹅靠火更近的一面 不会熟得更快吗 我刚才看了一下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这个不锈钢的炉子吧 是吧 它究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呀 我们这个炉是有两层的 里面有那个改叶面的 通过隔热层 使炉内温度保持恒定 烧至受热就会比较均衡 这样便可以制作出 味香肉嫩的脆皮烧鹅了 本次溯源之礼 我们从北京出发 跨越两千多公里 来到广东省东莞市的茶山镇 我们一路探寻脆皮烧鹅的秘密 通过溯源我们了解了 黑脸黑掌灰身子 不爱运动的马刚鹅 是广东人制作烧鹅的好食材 学针线活给鹅打气 再加上经验丰富的师傅 数小时的精心制作 看似一道简单的美食背后 其实藏着人们对于食材严格的挑选 对制作美食的一丝不苟 对烧制记忆的不断创新 如此才有了皮脆肉嫩鲜香十足 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美味烧鹅 怎么样 听着嘎吱嘎吱的脆响 看着金黄溜溜的鹅肉 是不是仿佛隔着屏幕都能闻到烧鹅的香味了 如今烧鹅制作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利用现代化设备进行烧制 传统的烧鹅有了新的标准 不仅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 也让烧鹅成为当地的标志性产业 给烧鹅这道传统的美味赋予了新的意义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